《色》 戒1979年 这是张爱玲最著名的小说之一 也是她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故事发生在二战期间的上海 描述了一段女主角王家之 在抗日战争时期与日本间谍梁墨生之间的激情爱情故事 小说通过细腻的笔触和情感描写 揭示了爱情、背叛和政治之间微妙而复杂的关系 《金锁记》1943年 这是张爱玲的代表作之一 也是她最早的长篇小说之一 小说以传统上海家庭为背景 讲述了女主角明月与两个男人之间的三角关系 小说以精致的描写和敏锐的洞察力 呈现了人性的脆弱和社会的压迫 《红玫瑰与白玫瑰》1944年 这是张爱玲的短篇小说集 其中的短篇故事以鲜明的笔触和幽默的语言 描绘了中产阶级家庭的生活和婚姻关系 这部作品展示了张爱玲独特的叙事风格 和对于女性身份的思考 《梦》1946年 这是张爱玲的一部重要短篇小说 以梦境和现实之间的界限为主题 通过故事中女主角的梦境 描绘了对于真实和幻想之间模糊交错的思考 同时探索了爱情、死亡和时间等主题 《陈香谢》二则1976年 这是张爱玲的散文作品 以丰富的词语和细腻的描写 展示了她对于生活细节的观察和对人性的洞察 这两则短篇故事 以细小的事件和平凡的人物为载体 表达了对生命的理解和对时间流逝的思考 《陈香谢》二则1976年